我很想說一下剛才姐妹為我做土故服侍時的感覺 姐妹看到的影像是我在樹下的仇虎 那一刻我記得在聖經上 伊利亞先知曾經是神為了願意的一棵樹 我記得我四、五歲時時時都會坐在一棵樹 很小棵樹我經常會坐在那裡 我從小到大我經常都記得那個影像 就是我看著上面南天白雲 是很美,是神的創造 我很近一些大自然的環境 我在尋找上帝 我當時只有四、五歲 我在尋找生命的兒子 四、五歲? 是的,四、五歲的時候 我在想人生究竟生存為了甚麼 就是你在想回那個時候 我在討告裏面 我想回這個影像 這個影像在我人生裏面是經常的有 當然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我覺得人世間是很多的痛苦 而這個人生一間很多痛苦 這件事是不斷在那裏纏繞著我 當然每個人的人生經歷都會有一些困苦 但是由我十歲開始信耶穌 所以在這幾十年裏面 我是不斷在那裏不停地去想這件事的時候 神剛才就是告訴我 還有我感覺到那個聖靈的能力 就是我感覺到 由腳到頭頂 是一種麻痺的感覺 是把我的仇苦抽出來 就是我不需要再為人世間的仇苦 或者我自己自身的仇苦去背這麽多東西 就是其實很多理性上 就是可能你讀聖經 或者別人跟你說十字界救恩 主耶蘇如何擔心我們的重擔 但是無論你理性上怎樣去想 或者你怎樣宣告 但是剛才那一下是 就是一個很真實的經歷 就是聖靈說要把這些東西拿走 嗯 那接著呢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我輕鬆些 我覺得神回應了我 就告訴我 你拿走所有這些 你不要再背著這些 嗯 好 感謝主 多謝神的作為 謝謝 非常多 謝謝 с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